转过天来 清晨起来 升作大堂 正当中 坐着这位知府大人张仓 旁边打一旁坐 坐着知县 朱祭球 三班六房 两边排班速裂 一拍桌子 来呀 带员被告 功务不大 黄文灯 王松廷 两家全来了 站在公堂之上 张仓啊 开始还想给他们调解一下 没想到两边 咬得非常紧 不行不行不行 说什么也不行 今天无论如何 我们得当堂烟来 好 既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 来呀 打去卢席 堂底下就是死尸 打去卢席 一撩着卢席 底下露出来姑娘死尸 可撩着卢席的时候 往旁边一撤 卢席有一个脚 整搭在死人脸上 这是皮术安排的 为什么呀 虽说这几天死尸也胖了 面目难辨 真怕王松廷一眼瞧出来 这不是我妹妹 这就乱了 所以说往旁边一撤卢席 担扭一个脚 搭在死人脸上 大人 死尸在此 未离寸地 好 王松廷 在 上前看来 这是你的妹妹吗 王松廷这会儿啊 哭得跟泪人似的 眼泪哗哗的 都没到跟前去 她是个念书人 做梦也想不到有人把妹妹的尸体换了 没错 那是我妹妹 就这一句话 直线这心算踏实了 太好了 太认错了 挺好 皮顺也高兴 没想到啊 这事这么痛快 好 来呀 带武座 咋 功夫大 武座上来了 从直立 何建府来的这位武座 姓董叫董县 在这行里干三十多年了 今年也四十多岁了 可以说 一把好手 整个直立 没有不知道他的 今天跟张子仁来 张子仁提前嘱咐了 千千万的万的千千 不允许你寻思务必 所以心说 这趟差事 老爷辛苦 别的没有 上堂来见大人请安 把起来吧 下去咽来 是 先把这个头心的头发解开 咽咽头顶心 为伤 咽两耳 咽眼睛 太阳穴 这都咽完了 为伤 咽脖子 没有伤 咽到胸口这 胸口这有刀伤 就是那把剪子 这插着剪子 拿手一摸着剪子 董仙瞧上来了 不对 这里头有事 为什么有事呢 公堂之上 王瑞英自尽 是一把小剪子 绣楼之上绣花啊 剪线的那把小剪子 可是皮顺杀漆 杀死春红 用的是家里财活的大剪子 所以说春红身上这个伤口是大的 现在这把小剪子 扶搁在里边 剪子小伤口大 一看这有毛病 拿手一摸着剪子 嗯 不对 刚要抬头说话 还没说呢 县太爷旁边有人 咳嗽一声 一瞧 是跟班的二爷 谁呀 皮水 他可不认识皮水 皮水这会伸出一个纸出来 挠痒痒 看着谁瞧见 都是挠痒痒 但是从董线的角度看不一样 这手伸出来 这么比较一下 哦 都先明白了 怎么呢 一个纸头代表着是一 往下这么一勾 这是一千 啊 这是官场上的一个术语 行贿的时候 这么一来 这是一千 一百两呢 一百两是这样 左右一百 一百两 一两呢 别比喻了 拿手一比喻 这是一千 董线就明白了 哦 有人要花钱了 啊 启离大人 呃 凶器 与死尸身上伤痕 相符 哦 好 往下咽来 刚一说凶器的时候 朱的这些心呢 都到旁边了 又一瞧 他说相符 哎呀 自己很纳闷啊 再一瞧皮事 皮事冲他一乐 没事 哦 心说好小子 你是真聪明 很高兴 再往下咽 咽到肚子了 我坐一瞧啊 启禀大人 小府坚硬如铁 却系 怀态有韵 这四个字一说 躺上躺下 全乱了 头一个傻了 就是王松庭 啊 不能啊 我带我妹妹来的时候 真结恋女啊 现如今怎么能怀态有韵呢 大神我冤枉啊 你说冤没用 至到如今 只有切斧来验 把肚子切开 瞧瞧有没有 王松庭 我来问你 这是不是你妹妹 千真万确就是我妹妹 到底他有没有孕 他没孕 好 切了斧之后 倘若要是有孩子 那么你打一个反作之罪 若是没有 你就没事 是大神您放心 我给您拒结 有人拿过纸币莫验 当堂拒结 这一写完了 来啊 把这个死尸的腹部切开 他还查什么呀 切个一瞧 里面有一死胎 还是个小子 整个藏上就乱了套了 致富大人一拍桌子 走 大胆的王松庭 甚至爷家小莲 竟作此不仁不义之事 真真其有此理 来啊 锁上他 滑了个嘎杯就锁上了 当时王松庭就啥了 大神大国 冤呐 搬头一推的 有冤上 里面说去 就把他拉下去了 就这会儿的功夫 堂口底下有人喊一嗓子 清平时计 朗朗千坤 你们还有王法没有 呼啦操 上来四十多人 谁呀 李七李金敖 今天呢 李七也带着四十多徒弟 上这来瞧来了 心说这可不行 我得看一看 到底这官司问的怎么样 如果说知府大人 问的清 还则罢了 若不然的话 我得打这个布公 我绝不能捞了他 所以说站在底下 一直瞧这事 瞧的这会儿 李七压不住火 带着人的呼啦操 全上来了 整个公堂上全乱了 虽然说公堂之上 快撞到三班牙医不少 但是呢 有一多半不敢动 因为这都是李金敖的徒弟 师傅带人来了 都往后撤 可是跟着喊 跟着喊没人动 猪气球站起来了 来呀 给我锁 旁边的班头真挺滑的嘎 不是锁上了 县官这骂 姐你锁我干嘛呀你 是老爷这忘了 哎呀 钥匙在谁那儿了 哎呀 公堂之上乱了套了 朱之县一低头 钻了公案桌子了 知府大人坐在这 直拍桌子 大胆 大胆 给我打呀 给我拿呀 说是拿呀 谁打得过李金敖 叫这个 十三节链子龙骨边撑开了 沾上就跑啊 只要打在身上 当时见血花 公堂之上乱坐一团 知府这还喊了 大胆啊 大胆刁民啊 你们谁这么大胆 正说着不知哪 飞了一只鞋 啪 正拍脸上 呵 全乱了套了 李七的本意 打算把王松廷叫出来 可这会儿王松廷已经压走了 公堂之上就打在一处了 就这会儿就听到外面套套套 连放了三升铁炮 肃宁县守备 韩德龙来了 啊 这个县衙门里边 他有这个 呃 武将啊 叫守备 守护整个城池的安全 跟前呢 有二百兵兵 今儿有一报 说赶紧吧 守备大人 了不得了 咱们这个公堂之上啊 来的山待望了啊 知府也打了 知县也打了 赶紧去吧 呵 这哪行啊 来呀 赶紧啊 准备我这一百人呢 不说二百吗 是啊 那过去的官他吃空想啊 一百个人呢 顶二百人的名字 一人叫俩名字 点某的时候呢 一人得打一个两回 赶紧 赶紧赶紧 赶紧叫我这些人啊 一百人来了 一点数啊 五十六个 怎么呢 有几个请假的 出去玩 没回来 喝多了的啊 出去这个 什么 会朋友的啊 还剩点人不多 哼 手背气坏了 这还行啊 啊 跟我走 五十来日也行啊 咱们去捉拿山带王 他在头里边 这五十人跟着后边 跟着县衙 一回头 还剩二十个啊 怎么呢 有三十一则 山带王 咱们可打不过 哈哈 咱们 咱们 咱们走吧 半截就走了 这位啊 就还剩二十多人 来到县衙 三盟口 韩德荣 把自己这口 刀伸出来了 哎呀 哎 哎 就这么几个人 就这么几个人 您看怎么 怎么着这事 怎么着 现如今 山带王来了 大闹县衙门 打了支府大人 打了支县大人 咱们能做事 不管吗 是是咱们 咱们不能不管 听说了 听说他们来了 四十多个山带王 啊 啊 来了四十多山带王 一二三 咱们二十多人是吧 这个事不是着急的事 是吗 啊 先放炮去 放炮去 先放三升炮 啊 老爷这干嘛 你去听我的 听我的 来来 这不着急 放放放 刀 刀 刀 三升炮响 韩德荣被宝剑又穿出来了 我告诉你们啊 这一次杀进衙门去 人人奋勇 各个当先 谁要是贪生怕死 老爷我是绝不容许 啊 我跟你们五个人说啊 哪去了都 啊 就就上你们五个了 这个我估计 估计你们不行啊 别说你们不行啊 我也不行啊 啊 韩德龙很是生气啊 说你们这太不像话 每天吃的爷家俸肉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今天用你们的时候到了 难道说你们 贪生怕死吗 切有此理 你们五个过来啊 跟我上这边来 我给你们好好的上上课啊 把这五个 领到边上去 给讲啊 你们得向我学 你向我 从小 学文练武 我父亲跟我说了 学会文武艺 祸脉帝王家 没有别的 关键时刻就得冲上前去 啊 我记得很清楚 我十二岁那年呢 我父亲带着我出去学艺去 老师教我 公刀石马不尽 我十三岁那年呢 已经学了有 不少的能力了 啊 十四岁开始练轻功啊 这五人瞧着 心说你今年可都四十七了啊 说的今年 估计里边知府啊 就让人多了 说吧 说的第三十八年啊 有一个兵丁跑回来了 说呗 山寨王都撤了 好 冲啊 带着人 冲进了县衙 李七他们早走了 怎么呢 一听炮响 知道守备来人了 眼前闹得差不多了 而且王松廷已然掐肩入狱 别耽误 李七爷一时眼色 急着咔嚓 所有人全跑了 盛的宫堂之上 除了坐着就躺着 有俩趴着的 啊 知府大人张昌 很生气 一拍桌子 岂有此理啊 光天化日 还有王法没有 啊 知县大人 朱大人在哪呢 花音刚落 桌子里说话了 被植在这呢 我 出来出来 出来 朱知县出来了 一身大汗啊 哎呀 这没想到啊 刁民如此大胆 不是你 你你 你别说刁民 现如今我这眼都快瞧不见了啊 刚才是什么东西砸上的 是跟您说 一只鞋啊 也不知谁 这厚底的鞋 你这鞋底三寸啊 哎呀 这都砸清了 正说着呢 韩德龙带着兵来了啊 啊 这个 我我来了啊 知县大人 知县 你想你 你怎么才来啊 嗯 难道说你不知道 这有山贼搅闹吗 能不知道吗 知道 知道他们来了 那那你怎么这会才来 我在门口堵着他们呢 人现在都跑了 我这么说是你的功劳 哎呀 是是是 哎好 太好了 你去看看啊 还有没有漏网的贼人 韩德龙领人下去了 这边赶紧扶着张的人 后宅休息 好 这大鞋底子 整砸眼睛 整个眼眶都清了 都瞧不见了 把知府气坏了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国家王法何在 大胆刁民啊 朱大人说这么着吧 我我赶紧仨告诉咱们各处捉拿这些个贼人 张藤一琢磨别家 这事啊 不宜闹大 如果说闹大的话 上县衙门问起来 关系重大 而且传扬出去 与我这个名声不好听 这事啊 先别提了 把这事摁去了 找人治病吧 找了一位赛化陀 宿宁县第一名医 那来了之后呢 给知府大人 有上药 有洗的药 有抹的 有喝的药 哎 两天的功夫 这眼全好了 知府很高兴 你看这个啊 这个名医啊 两天把我眼睛治好了 来呀 准备纸笔墨烟 我得给你啊 写几个字 以后你就说 老爷我都让你治过 写上了 塞华佗 这写上知府名字 很高兴啊 我谢谢您 这回去之后 增光要走 你别走 我再给你画幅画 画幅画 之前很高兴啊 没想到知府大人 今天要亲自给你做画 啊 你这个荣誉非常啊 喝 纸摊开了 张仓 写画 画一很大的一只眼睛 为什么呢 眼睛坏了吗 画一只很大的眼睛 整个当中画上 赛画图 手来举个盘 赛画图 好 老块 改张 来 你看看 这是本府送给你的 赛画图 接过来看看 制作家画子 得亏您得的 不是痴疮 耽误两天 知府大人张仓 打到回府 他走了 朱姬球可不干了 啊 谁这么大胆子呀 来呀 喊耿春 耿春是谁呀 牙门口快撞造 三班牙役的总头 耿春 功夫不大 耿春来了 参见大人 我来问你呀 搅闹公堂的贼手 是何人 你可曾知晓吗 耿春心里头 咯噔一下子 知道吗 知道 谁呀 李七 李金敖 李七跟耿春 拜靶子兄弟 耿春行二 啊 能不知道吗 我是他二哥 可这会儿呢 就得咬着牙 大人 悲指 我不知啊 哎呀 这混账啊 啊 你瞧就现如今闹的啊 老百姓一说 有贼人上来 把支线打了 把支府那眼也砸了啊 多让人笑话呀 行了 这个事 慢慢的调查 现如今 你有一件事情 得抓紧去办 老爷您说吧 你去治王家台 到王松廷的家里边 让他们家来人 收死尸 快去 是 有打这儿 有打这儿出来 万万一走 对面来人 谁呀 马快扳头 杜兴 杜兴一瞧 耿春乐 哎 头 干嘛去 啊 没事 老爷让我上王家台 王松廷家里边 送个信 啊 让他们家来 收死尸 喝 头 这可是一肥差啊 王皇两家官司 人都知道 都有钱 上老王这些 上下不得给您花点 您要是吃饺子 我们得喝汤啊 是不是 别瞎说 人家家里边 出了这个逆事 还不够造心的 你怎么忍心呢 啊 既在宫门内 必定好修修 六扇门里 六扇门外 咱们不能缺德啊 转身走了 杜兴站着骂歇 呸 啊 你准是搂着了 你不说 知道吗 别让我找着机会 找着机会 我非跟这里边 好好的瓦子一头都不可 啊 整琢磨着呢 一出门 碰见皮顺的 皮顺说 哎 杜兴 哎 啊 二爷 您干嘛去 没事 哎 哪天跟宫堂上 来这帮匪 你认识吗 啊 什么 瞧 问你话呢 来这帮贼 你都认识吗 认识不认识 有什么好处吗 哎 独轩 你这话里都有话 老爷可说了啊 这要是抓住了 有赏 赏多少 通风报信 赏一百两 抓住了 赏二百两 哦 二爷 这么说 这三百两 是我的了 哦 你有这把握 没问题 我准致 跟我走 见老爷去 到那一说 这事就做了 来到书房 面见朱继球 朱继球说谁啊 你知道 是 跟随便回 这事 我听 二爷说了 通风报信的 给一百 要是逮着他 给二百 这三百两 小子我挣着了 呼 叫什么呀 这人叫 李七 李金敖 我认识他 你认识他 啊 那那天 你怎么不抓他 我跟您这么说 那天都打乱了 我为了保护您 保护知府大人 我顾不过来啊 不是 那天你要抓着他 当时老爷的赏你五百两 是 我那天 我那不是着急找钥匙吗 啊 你锁的我 你这事 扣五十两 老爷 您哪个说了不算去 三不两 我能逮着他 行 钱不钱倒是好说 关键有这么一点 我问你啊 他为什么 他来打闹呢 莫非说 他与王僧廷有什么关系 没有 没有啊 这一说没有 大人这脸啪嗒撂下来了 皮顺号不一掐呢 怎么会没有呢 哦 那有 行吗老爷 有 就这样说 很可信 很可信 那你说这事 是不是 王松廷买通了他 我不知道 啊 可 给了五百两 给了五百两 他给了 给李七 五百两 搅闹公堂 谁作证 我作证 好 老爷赏你 啊 老爷是重重 油赏 这样吧 今天晚上 快壮造 三班牙医 别回家 都跟这住着 夜之三经 你带着人 到李金 熬的家里边 堵着窝 偷 是 大家就出来了 他们怎么安排 搁地一边 再说耿春 马上加鞭 来再聊 王松廷的家 到了门口 里边通病 屋里边都乱套了 王松廷的夫人呢 哭得死去 好几回了 出不来了 小姐岳蓉姑娘出来了 面见耿春 一瞧这姑娘啊 乍一瞧啊 就这镜头 还跟个小子似的 很大方 您是哪的 哦姑娘 我是衙门来的 我姓耿 哦 您是耿丹头 哦 是 您是 啊 我父亲是王松廷 我是她姑娘 哦 这个是 王小姐啊 小姐方陵集学 啊 我刚刚十四岁 哎呀呀 没遇见一团鹰气 啊 来来来来 姑娘 我有事跟你说 您说什么事吧 这个 哎 这是你们的王宅也不信 事情你们也知道 嗯 先如今这样啊 你的父亲呢 掐肩在狱 你的姑母死尸 还在堂上 奉老爷的话 让你们前去收尸去 不过丧葬银 五十两 得你们出 怎么还要丧葬银呢 如果你们不去 我们料理了 您拿五十两银子 哦 那倒是不多 也不贵 可是有一节 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姑姑 哎 姑娘啊 你爹错就错在这句话上 他要说出来 那不是你姑姑 他何至于如此啊 班头 我跟您这么说 我爹啊 心里都糊涂了 哭迷糊了 他当时没认出来啊 才有了这他天大祸 那个人不是我姑姑 我不能去 我不能把他埋在我王家的祖坟 姑娘 好 别看你是个姑娘 你有男子的见识 但有一节 我是外人 我只说两句话 第一 如果死尸 你不去收回来 日后 你这官司 哪怕打到朝廷里面去 没有这句死尸 你就没有甘板印证 其二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这个事 要是有人动手脚 衙门口以外 他可进不去人呢 耿春说的句句实话 这个事 谁要说在里边犯个坏 那肯定全是衙门口里面的人 姑娘一听 赶紧站起来 多谢您 您稍等一会儿 转身出去 功夫不大 拿着两个 大元宝进来 这是我给您的 哎呀姑娘 既在宫门内 必定好修行 你们家遭了如此大货 我怎么能拿钱呢 万万不可 我跟您这么说 这事是这样 我爸爸既然掐奸在狱 您把这钱拿回去 上上下下的 替我们打点一下 好吧姑娘 这样 我把这钱拿回去 给伙计们都分一分 让你父亲在肩中 脸上别发热 身子别挨地 你看好不好 我多谢您了 我这就去县阳 好 咱们再会 耿春出来 转身回家 来到家里边 一进门 媳妇看见他了 才回来 啊 这不嘛 这是刚打这个 王家台回来 老王家这事 够糟心的 哎 什么饭呢 炸精面 吃吧 啊 行行行行 擦个喇叭脸 往这一坐 炸精面摆上 要吃还没吃 当当当 有人砸门 门分左右一瞧啊 衙门口 小六子 啊 也是一个跟班的小孩 管这个梗儿言呢 喊师父 师父 走啊 走啊 干嘛去 我刚回来 今儿大老爷有赏 买了好些个酒 好些个肉 都跟那 就您不在啊 走啊 咱们喝酒去 老爷叫你来的 没有 我 菜不够了 我出来买菜 我路过这儿 我说乔您在家 叫您一块去 我不去 你先走吧 回家说 行 那我先走了 小六子走了 坐在屋里边 一琢磨这茬 不对 大老爷平白无故的 三班六房人都聚了一块 这是有事 有什么事 他可没说 算了吧 一赌气站起来 我不吃了 我出去一趟 哎 面都得了 我不吃了 回家说吧 把那银子包拿起来 心说我出去 把整银子换成碎银子 我上南间之内 上上下下 打点一下 别让王子爷受了罪 出了门 拐过去 趟弯去 眼前来再聊 最先楼 这是宿宁比较大的一家酒店 前后院 楼上楼下 挺大 推门进来了 一楼是账房 哎呦 耿班头来了 账房先生都认识 您来了 有点事麻烦你 瞧瞧这个 这两定银子 这可不小 您这什么意思 你给我换成散碎的 换成这个五两一个小包 都换了 都换都换了 哎 成 这给他打点 都弄好了 正弄着呢 旁边伙计看见他了 呦 班头 二爷 您跟这呢 哎 三啊 换点碎银子 有用 是啊 这个哎 您不上楼啊 干嘛呀 那个县衙门 你们这杜头杜兴啊 跟二爷 皮事 楼上喝酒呢 啊 皮事 杜兴啊 跟楼上的 银子得了吗 哎 得了 给您 哦 银子揣好了 迈不往上走 来到二楼这儿 二楼楼梯口 站着一伙计 嗨 刚才说一嗨 噓 哦 哎 来了 侯爷 伙计很聪明 反应很快 啊 来了 你 哎 那个 杜兴 跟那皮二爷 哦 跟那包尖了 啊 您找他们 你别说话 我上旁边的包尖 听他们说什么 你跟谁也别说 我来了 哎 吵吵吵吵吵吵 转身往这走 侧耳朵一听 包尖里边皮顺 杜兴正说话 脉步进了旁边这间 拿耳朵搁在墙上 墙都是木板的 其中有一个呀 当中有负 可这皮顺呢 靠着墙坐着 全挡上了 吱吵吵吵一听 俩人正聊天的 就听这杜兴说 这些年呢 我告诉你 我可是倒了霉了 啊 说实在的 三班六房 这总班头应该是我的 耿车算什么玩意儿 啊 他站着位置 我告诉你 今天 要是能抓住李金敖 二爷 你得跟先生爷说说 我 得往上来一步 哎 那还用说吗 来来来 喝着喝着喝着 喝着 这一次 你要是能把李金敖抓住 耿车啊 把他堵了一边去 我保你了 三班六房 啊 你说了算 好好好 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一转身 耿车就出来了 心说坏 把我治出去 他们要抓老七啊 这可不行 我得上家送信去 酒楼上下来 登登登登登 拐弯抹角 赶奔李七的家 啪啪啪一打门 门分左右 李七的媳妇出来了 二哥您来了 我问你 老七呢 出去喝酒去了 哎呀 我告诉你啊 现在如今出事 现在爷逮他 你如此这么搬 这么搬如此 我赶紧走 迈不忘回就走 又来到最先楼这 看了看楼上 那屋里边啊 接着窗户 瞧着人影还在 耿车心说 这可不行 我得赶紧去一趟衙门 面见太爷 把这事给他拦住 耿车走 酒楼出事了 李七哪去了 也在这酒楼喝酒 在后楼呢 前楼不管后楼事 后楼也不知前楼的人 嗯 后楼这儿 跟着一帮朋友们 这喝酒 生气啊 恨仙太爷 啊 也恨知福 大伙正说着闲话呢 哎 就这会儿工夫 刚才前楼的伙计过来了 瞧见李七了 七 刚才 那谁 那个 你们的二哥 二爷 刚来了 哦 我二哥呢 哟是走了 他上楼 瞧见 杜兴跟你 皮二爷说话 听了本 脸上可不是姿勺 秒头跑了 是吗 那我得瞧瞧去 分开众人 李七就出来了 下后楼上前楼 站在这包房门口 听里面俩人 还说话 酒可高了 叫听这位 杜兴这说 我告诉你 你别赞心 那李金敖 算什么玩意儿 知道吗 我练功夫时候啊 你是没瞧见 我 我这手指头 我捏巴捏巴 李金敖就得死 知道吗 没问题 这事你搁在我身上 好好好 我听你的 这次这李金敖 现在也饶不了他 你放心 他只要是进了县衙门 不死扒他一层皮 俩人说着 啪 门链一条 李金敖进来了 再瞧这俩人 说的就来了 说的时候没考虑后果 人都这 背后没有不敢说的话 俩对俩就完了 当时傻了 杜兴站起来 当时这酒醒了一瓣了 七爷 怎么您在这儿呢 我就不能在这儿呢 怎么着 听说你捏巴捏巴 我就完了 没别的呀 我要请教一二 既然您听见了 我不能说别的 七爷 您真是 您猛撞了 您简直就一猛撞人 你知道吗 李奇特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吧 我跟您这么说 今天公堂之上 打了知府 打了知县 您这货惹大了 您是走了 当然您也瞧见了 我跟公堂是我够意思 我没锁您 我得先铁锁上了 为这罚五两银子 您知道吗 先如今 这事可怪罪到我们头上了 您跺脚走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上个老 下个小 当家生家大 要 没别的呀 七爷 您帮一忙 说别的都是闹着玩 把您请到衙门去 见见老爷 三说五说 这事宅来开了 您走 您的阳关道 我们过我们独木桥 咱们还是好朋友 您看行吗 哈哈哈哈哈哈 罢了 肚头 你聪明 画是拦路虎 衣服是渗人的毛啊 嗯 你说的好 不过你刚才讲了 俩指头捏不捏不捏碎了 这句话 我不老爱听 没别的 咱们哥俩 插招换是 鄙视一二 再跟你公堂自首 我觉得也是个好办法 怎么样 呵 七爷 要这么说 你可不给自己留情面了 好 我一看着他 伸手 砰 这拳头过来了 李七是干嘛 往回一闪身 啪 扛开了 杜兴一伸手 把刀伸出来了 分心变刺 劲大了点 李七往回一朵 啪 这刀尖 扎在墙里边 扎得还挺深 往外拽 拽不出来 李七一开脚 啪 掌踢的肚形 小肚子上 咕咕咕咕咕 咕咚 人躺地下了 这脑子 找那墙角 墙角底下是石头 啪 喝上了 当时人就晕过去了 一牛脸 你叫皮顺啊 皮顺光盛哆嗦了 啊 是 我 我 我进错屋了 我内部喝酒的 我是 我告诉你 我强 你小子就不像好人 今天我饶不了 轮丸了 这大棒打的 打得皮顺 转了四个圈 吐吐吐吐 掉了十二个牙 哎呦 我 气眼睛 你饶了我 回忍 是 回忍 我一不打你 二不骂你 但是 这事不算完 自己打一百个嘴巴 每一下 用尽全身的力气 我在门口听着 知道吗 有一些打轻了 从头补 您放心 这也没问题 我把袖子露出来 望着衣柜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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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吓 都特别的响 李七一条帘子出去了 来到外边 楼底下 后边喝酒 这几位全来了 七爷 怎么回事 你们管了 这事你们别掺和 今天 你们有辙的 赶紧走 没钱的 我给 暂闭一时 现衙门的事 你们别掺和 他们想办法 咱甭提 单说楼上 就在这屋里边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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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通打呀 打完一百个 皮顺不知他走没走 七爷 我再饶二十个吧 顺嘴流血 打得都肿了 打完之后半天 一条帘子 火就进来了 这胖子哪屋的 刚才没有 这皮二爷这是 看我起来 看我起来 走了吗 早走了 什么是走的 打十二个是就走了 你早告诉我呀你 离妻离金郎 咱俩人是杀腹之仇 夺妻之恨 也没这个恨的 你盯着我的 撂着你的 搁着我的 行了 我先回去了 拖着太沉了 这两边 回去之后 面见知现 说这事 得抓 抓谁 抓李金郎 这这会儿功夫 优打外边 耿吹进来了 哼 气喘吁吁的 脸上汗一道 接一道 直线一瞧 海家你看看 就把你累够呛吧 大王就他刚回来 他哪知道 通风报信去了 那是 我是应该的 我跟你这么说 现如今有这么一事 李金郎你知道吧 李金郎怎么了 李金郎就是今天 工堂之上 闹事那个人 好老爷您说吧 没有别的 你带人赶紧抓下去吧 好 您放心 我这就去 答应很痛快 为什么呢 提前安排好了 戴着这个 快撞灶 三班牙役 一个个供上弦 刀出鞘 枪口上着大刺刀 全都来了 来到李七家门口 啪啪啪一砸门 耿车心里踏实 心说没人了 怎么呢 一个是 早就打扶人 四处告诉 哪儿瞧这李七 赶紧走别回家 二一个 这李夫人 也回娘去了 家里边金银细软 带走了 刚才还顾几个人 桌一板凳都拉走了 屋里什么都没有 站这啪啪啪啪啪 开门 开门哪 开门 开门 以为没人了 突然间门分左右 李金郎出来了 耿车一跺脚 啪 心说老七老七 太浑了 你这有点啊 太浑了 让你走 你不走 你又回来 可事到如今 这儿站着所有的冰冰牙衣 好 一边站六个 都站齐了 哎呀 手里钻着这口柳月单刀 老七啊 你怎么了你啊 没想到 李七是仰天长孝 二哥 事到如今 我这事犯了 您在眼口当差 别替我背黑锅 来吧 你看看我能力 一伸手又打腰中 就这十三截练的龙骨鞭 撑出来了 没奔着耿车下手 耿车旁边 站着六个冰钉 就这一边的下去 六个冰钉掉了四个帽子 有俩是挫子 这个没弄好 没弄好 往常要是杜 这杜班头 杜星带人出来 大个都站头里 站一排 因为这杜班头 原来是卖苹果的 好看都搁头里 梗车不在乎 随便站 有几个一米七的 有俩一米三的 这俩是家里有点钱 买的这个牙衣 一边的下去掉四个帽子 全乱了 泡了 哼 耿车一瞧 这不动手不行了 把刀哥的手里边 往前一窜 两个人打在一处 打可打 外人一瞧 这是真的 俩人自己心里知 这是假的 滴滴的声音说 老七呀老七呀 你怎么回事 哥哥您哪知道去 我这么跑了 对您来说 后患无穷 咱们做一假样子 说着话 李七店零零 往后就撤 耿车一瞧 大胆 大胆的李七 你往哪里呀 走啊 走了啊 前面那给别人听的 你往哪里呀 都以为要说走了 李七就是这走 不走不行 往前走 一回身 啪 拿着鞭子烧 扫了耿二爷一下 耿二爷会做气 咣当躺去了 哎呀 可疼死我了 可疼死我了 大伙胡拉超过来 全抬着 二爷你怎么了怎么了 哎呀 别管我 快管他 你看他走了吗 这走了走了走了 哎呀 可老婆都快扶着我吧 有人拿门板卸下来 搭着这位耿二爷回衙门 李七呢 跑了 这样一来 耿车回衙门 不会落处分 支县大人朱继球 跟县衙门正等着呢 怎么还没回来 还没回来 倒是抓着没抓着 哎呀 按说这个耿春的能力 还是很大的 嗯 他应该没问题 等着吧 都打了定更天了 又打外边 差人回来 来 来来来 回来了回来了 可累坏我们了 哎呀 回来就好 人呐 抬回来了 哎呀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终于被他抓回来了 抬进来吧 功劳不大 门板上被耿春抬进来了 老爷不知道呢 大胆 怎么是你啊 哎呀 我没想到啊 这个礼金熬能力太大了 现如今呢 我身受重伤 我哪儿都疼啊 哎呀 这事闹的 赶紧 赶紧找赛华陀 找赛华陀 给治病 多少钱 府里边出 咱们家们出钱 去吧 赶紧请赛华陀 赶紧吧 来吧 又有人病了 我们这个班头受伤了 赛华陀说没问题 我去 你放心 老爷说了 多贵的药 随便 这个该吃什么给买 咱们那个县衙们出钱 钱不钱就没事 就治完病啊 别送过话就行了 给耿春治病 不提 回过头来 但说 王松廷的姑娘 王月荣 王小姐 跟自己母亲 一说这个事 现如今没有办法 我要去一趟县衙 转过天来 换好了一身啊 很肃静的服装 带着家里的佣人啊 长工啊 赶奔衙们 来到这儿 买了一口棺木 停在县衙门口 跟里边人说 我们是来收尸的 有人引着他 来在了大堂之上 瞧见了吗 这就是你姑姑 聊个席子一瞧 姑娘一捂了脑子 这不是 这个我不认识 嗯 你 该叫上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她是谁 不是我姑姑 喝着墙就乱了 她不认 怎么办呢 把皮顺请出来了 谁啊 啊 谁啊 撇着辣嘴 往外一走 姑娘一瞧啊 这不是好人 这人呐带馅 你除了这母人 撇着辣嘴的 叼着牙签 这拍豆腐还真不错 豆腐还提牙 干嘛 什么事啊 我是 王松庭的闺女 我来收尸来 抬走吧 抬什么走 这个不是我们家人 她不是我姑姑 就这一句话 皮顺差点没坐地下 坏了 跟她这要破案 这闺女比她爸爸个聪明 你说不是 你说是谁 我问你啊 你心里清楚 皮顺心说对 我媳妇啊 我能不清楚吗 啊 一劲出冷汗 这个这个 不许瞎说啊 不许瞎说啊 这个支县大人 落了岸了 支府大人也落了岸了 你爸爸公堂日上 亲笔共招 说这就是你姑姑 你不承认 你不承认还行 姑娘乐了 我告诉你 这个事啊 到此不算个完 我们要月牙上告 上线衙门 打这场官司 呵 你个小丫头骗子 你个拉青使的娃娃 你还会讲嘴呢你啊 我可告诉你 诬告反作 你脑子就没了 我也告诉你 大明朝自圣祖开业以来 虽然说大明法律森严 但是万岁爷的刀魁 不斩无罪之人 这个事 支县大人 审视不清 支府大人 审视不明 我爸爸在堂上 被你们威逼利用 他一时糊涂 这个人不是我姑母 我告诉你啊 月牙上告 哪怕打到北京城 五凤楼 当今万岁 开关重宴 姑奶奶 我也要翻案 你盯着我的 我还告诉你 我们走了 到时候死尸 要是没有 回来 你们可要毁灭 死尸之罪 哎哟 比他爸爸难逗多了 他爸爸没这么明白 皮尺一咬牙 那这怎么办的 这个 进屋之后 跟县特爷说 他不拉走 县特爷没主意 还真不敢扔了 你说扔的烂当岗子 野狗给吃了 这日后真打起官司来 咱们受不了啊 得了 先装官司里边 装官司里边 搁的那个土地庙 老道给看着 死尸先拉走了 姑娘回家准备月牙上告 这下一次我们这事可不是个办法 皮尺啊 他们家还有人呢 如果说上县衙门这官司再问下来 你说怎么办吧 皮尺说这事啊 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王松廷 关系重大 这人不能再留活口 是啊 我也盼着呢 这不是暴劈去了吗 啊 过秋之后 呃 批文下来 就能开刀问斩了 等不了啊 等不了啊 真等到秋后 你知道这几个月里边出什么变化 倒不如干净利索开 就要了王松廷的命 要的命 怎么样啊 老爷 咱们 还照不明白这个吗 哎呀 我现在一点主意都没有 您听我的 咱们如此赞班 赞班如此 好好好 回过头来 再说这位姑娘 回到家去 打拨自己的总管王忠 带着银子 二返投堂 又来在了奸忠 买通了上下 干嘛呀 别让王松廷受罪 刚才一进门的时候 那可不行 您这没瞪着眼 进门要开锅烂 赶等一件银子 一个都客气 啊 这王大爷 来来来 你看这这坐 这坐这坐 这给您要的菜 你看看 这一桌子 四干四仙四米仙四冷 混三个天晚上四点去 烧荒二酒 来 您喝什么都行 啊高兴 来来 您想吃吗 您说话吧 都准备好了 有人陪着喝酒 陪着聊天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定更天 啊 给他宽心 劝他 就这会儿功夫 又打外边 登登登登登登登 来一拆人 哎 老爷 花听夜审 提掉王松廷 这几位一听啊 坏了 过夜堂 没好事 怎么呢 要白天 大堂之上 二堂之下 听审的人也多 老爷还关着个面子 要是关上门 过夜堂 那肯定就四个字 非行考打 这几位一琢磨 花人钱了 跟人说一声 哎呀 老爷花听夜审 估计啊 可能要动刑 您可忍着点 您放心 不管怎么说 这银子咱也花到了 处处呢 您配合着点 没问题啊 来吧 大爷请过去吧 请了这边 又把料子 靠子 全砸上啊 直接的就拉死了 公堂上 来再了这一瞧啊 整个在公堂上 是戒备森严 直线大人朱继球 坐在桌子后面 沉似水 旁边站着皮顺 满脸的争鸣 两旁边这些个差人们 如狼似虎 真的好像阎王殿上 大鬼小鬼啊 这边地上什么 夹棍板子 火盆 火盆里插着几把烙台 王松廷哪受过这个 一上堂心说 今天可够我巧的呀 哎 有人一推他跪去 普通跪去了 这一拍桌子 王松廷啊 事到如今 你还不招募 如何兄妹二人 通奸有染 怀胎八月 讲 大人 冤吧 我冤 吃 你还冤 人是苦虫不打 不行 人是母雕不打 不招 抄手本是两个人不招 所有 与我重打 四十 说一声 重打四十 两旁边就过来 如狼似乎 大志 把人往下打 终于退去 就把这 黑红板抄起来 水火无情棍 里边空心灌水银的 打的人身上一下当十下打 重打四十 要说会打的啊 三五下 这人呢 就能打瘸了 可今天 掌刑的牙医们呢 都拿了王家钱了 几人一对眼色 知道怎么回事了 往下一来 有棍子呀 别在腿当中 这个棍子再拿起来呢 往这棍子上烙 这打着有人喊着 一二三三 王松廷心说 哦 这挨打不疼啊 直线也纳闷 这打人子不交婚呢 实际上整个大堂之上 最着急的 就打人这几位 你不出声可不行啊 这哪行 我们这帮着你 你得帮着我们呢 一时眼色 有一个人蹲下了 大爷 你得出声啊 一伸手在王松廷 大腿里领上 这一拧了 王松廷 哎呦 几位这心踏着下来了 大爷 犯人昏了 说一声昏 有人过来踩着肩板 别别别别 到这会儿 王松廷才明白 哦 这是帮着我呀 得了 闭眼就闭眼吧 往这一趴 直线还说了 千万别打死啊 别打死啊 大人您放心 我们心里有数啊 我们有数 这人昏了怎么办呢 凉水泼 想快快快 凉水 有人拿凉水 啪一泼 王松廷 哎呀 旁边掌形的 瞧大拨 对对 就这 就这 大爷这做的像啊 好 好 王松廷 有招不招 我没什么招的 蹭 大胆 王松廷啊 竟然还敢嘴硬 来呀 中达八十 是 抄起板子来刚搞打 有大大堂一下 房间之上 不知什么东西 呼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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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砸在老爷脸上 当时砸身就碎了 哎呦 我的妈呀 把这猪气球吓坏了 哎呦 我的亲眼啊 那什么玩意儿 拿属于葫芦 满脸都是血啊 两旁边吓坏了 这老爷该关公了啊 怎么回事 也不知谁扔过一小西瓜 啊 不算大跟人脑子差不多 飘飘摇飘飘过来 啪砸在脸上 砸碎了 不要紧的 把这鼻梁鼓砸坏了 当时鲜血就下来了 老爷拿手一糊了 满脸是血啊 把大伙下坏了 赶紧赶紧喝可了 有刺客 胡拉超全出去了 有人看着王松廷 一会儿进来说没有 老爷说这怎么办 我这好 这都看不见了 这都啊 赶紧 王松廷定轴收监 有人把王大爷拉去 这边扶着老爷抱后堂 这洗干净脸 把这碎西瓜拼了拼 您看看 有人扔西瓜 这是谁干的 这事 这跟老爷回这不知道 这个啊 你们这是废物啊 废物 是老爷 混账 是老爷 这事那我给你们看看啊 太不像话了 有人偷袭老爷啊 王冠呢 这也是李金敖一伙啊 分明是他们干的 他们以为这就完了 大堂之上 给我摆上外物行 啊 我要严刑拷打 外物行啊 更厉害 都是飞行啊 自己研究的 什么叫这个凤狂展翅啊 元侯代官呢 都是这类刑法 像当初啊 唐朝有一位酷吏 叫莱俊臣 他发明的 啊 元侯代官 作为铁钩 紧在脑子这 两个有空 紧来紧去 最后眼珠子突出来 拿小勺挖掉 啊 这过去的飞行啊 啊 准备外物行 大堂之都准备好了 来呀 给我带王松廷 功势不大 王爹又来了 往这一跪 谢谢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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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位直作压花子 我跟您说 这个有办法 那个可没办法 拿手一指 旁边一大火盆 火盆里边七八把烙台 都烧红了 再瞧支县大人啊 这缠着药布 啊 眉毛都立起来了 王松廷有招不招 我没什么招的 王爹心说 哎打也不疼 不招不招啊 我没什么招的 太 给我上火警 这 说一声上火警 来了一个大个的差人 这人姓刘叫彪子 大高个 胸眉恶眼 啊 坦胸漏肚 一伸手拿一块白布 又打这个火盆里边 就要撑出来一把火烙台 烧着通红啊 拿手一丝 呲啦 王爹前胸 可就漏出来了 这个东西 你花钱都办不了 说你给这刘彪子花点钱 没用 只有轻重之分 最简单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打了一条下 捅进去 把人捅死 省得受罪 除此之外 什么办法都没有 拿起烙的笨 前胸就要去 有打这蟹牙以外 飘飘 飘飘 呜 呜 就进来了 喝 现停一飘 人过去了 整砸皮树脸上 啪 老一回头都没看 这西瓜 西瓜 西瓜 皮树捡起来 来没错 这是西瓜 喝 这是其有此理啊 这是有人跟我作罪 来呀 三把烙台 给我老王松平 三把烙台举起来 正往前走 有打外表 飘飘 呼呼呦 现在也一低头 没想到 又过了一个 啪 整拍脸上了 老爷这气 吸过吸过 皮树过来 老爷 这是窝窝 无论 你说的是允许 有适合 用未来 这是 вин